在屏東成長的孩子 我心裡會覺得很孤單 可是不會跟他親吻 決心返回屏東的青年 當初為什麼要回來 到底我們是不是真的 做錯了一個決定 在屏東 牽手老伴的阿嬤 學童 返鄉青年 長輩 在信紙上寫下煩惱及心願 到神秘的油桶祭出 希望這些話 如果能好好被傾聽 日子就可以好好的過 這是屏東縣政府 推出最新縣政影片 勾起觀眾好奇心 他們到底會不會收到回信呢 滿心期待著 你有疼愛你的爸爸媽媽 真幸福 我們也希望可以帶給你 更好的學習環境 一定要平安快樂長大 你念 縣長阿貝 三支短片中的主角讀完信的同時 屏東縣長潘門安也現身 帶給收信者驚喜 影片以老 親 幼 三組 真實的人物故事 虛擬的信箱 帶出傾聽與解決的意向 讓人耳目一新 縣府判用暖心廣告手法 推銷縣政的方式 能讓人印象深刻 最近推出了這個溫馨的 從屏東剝判縣政裡面 從幼兒 年輕人到長者 三段故事分別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讓大家來體會屏東多元的內涵 包括全年的照顧 我想這些都是在城市行銷上 可能要很大膽 但是我們勇於創新 可以讓大家來多了解 好好的屏東 屏東好好 以後的夢想就是當醫生的 我們可以就是全家一起 可能有一台餐車 每天都很開心 兩個大家坐 大家說話 有些話 如果能好好被傾聽 日子就可以好好的過 廣告片尾 有些話 如果能被好好傾聽 日子就可以好好的過 這個系列訴說的是 牢又所養 壯有所用 又有所學 老中青三代在屏東都可以好好生活 屏東縣政府 今年跳脫公部門思維 不斷挑戰創新 《屏東好好好系列影片》 《屏東好好》系列影片也是大膽嘗試 除了影片 縣服還特別設計三款 臉書大頭貼拍貼框 《屏東好好》 《好好生活》 及《好好愛我》 歡迎民眾下載換上 《二零二一年一起好好》 也藉此行銷屏東 《屏東新聞》 張如意揚正義采訪報導 《屏東新聞》 《屏東新聞》